别弹了 别弹了 我都说了 我不会弹琵琶 再试试古针吧 您可别说 我还真会弹一首古针 卖爆歌 默默 怎么样 行吗 哎 算了 我们还是来下棋吧 默默 我赢了 你这是哪门子下法 五子棋啊 我只会下五子棋和飞行棋 头痛 明日你就要进宫选秀了 奴婢给你说说宫里的现状吧 咱们皇上刚刚登基不久 后宫只有皇后 丽贵妃 惠妃 纯贫四位娘娘 那最得宠的是谁啊 皇后娘娘是太后赐婚 跟皇上相敬如宾 所以皇后不太得宠 在后宫算是个有名无权的皇后吧 丽贵妃家是显赫 最早嫁给皇上为侧福尽的 所以皇上登基后 就直接给她封了贵妃 赐了协礼六宫之权 贵妃是目前最得宠的 她温柔体贴 深得皇上宠爱 就是平时不爱和人打交道 性格高冷 纯贫也是之前俯上格格 不太得宠 那也就是说丽贵妃 现在是后宫权力最大的 不是 后宫还有皇太后 是皇上和七王爷生母 贵妃妃就是四王爷生母 原来如此 以后 后宫权力最大